中年人一定不要做过分炫耀的事,特别是下面这几件事情,越低调越好,那这些是炫耀的,一定是最愚蠢的做法。 大家一定要吸取教训,一,自己有多厉害不能炫耀,不管你是真厉害,还是假厉害,自己有多么厉害的事,都不能够炫耀。 在任何场合下都是这样的,如果到处炫耀你很厉害,这本身就说明你不厉害,如果你真厉害,别人就会替你去宣传的,根本不需要你去宣传和炫耀,如果你不厉害,到处炫耀,那就是虚伪,给人的印象更差,而自己的经济状况好坏都不能炫耀。 在这方面,更是要学会隐藏,尤其是在公共场合里,或者是自己的朋友圈里,不管自己的经济状况有多好,也不管有多差,那都是自己的真实情况,这算是个人的经历吧。 把这样的经历泄露出去,如果炫耀自己有很多钱,就会让别人生出嫉妒了,如果说明自己的状况很差,也会让别人笑话你,让别人对你产生不信任感,别人就会觉得,混了这么长时间,不可能这么差吧。 三,自己自然生活的情况不能炫耀,个人的自然生活,更是要越低调,越隐藏越好,没必要让自己成为重视之地,除非你的神经有点不正常。 四,自己的业遇暗号不能炫耀,有一点业遇暗号也不是什么坏事,但是不能够过分的去炫耀,如果这种炫耀传导到你的单位里面,你的领导会怎么看你呢? 把自己的心思都放在业遇暗号上了,你的工作会不会受到影响呢?从这一点出发,也要保持低调,自己去享受就行了,何必那么高调炫耀呢? 五,自己对他人的痛恨与粗口不能炫耀,至于和别人的矛盾和纠责,即便是你再痛恨,你们之间有再多的粗口,也不可以拿出来在别人面前炫耀,那既是对别人的不尊重, 又会加深和激化你们之间的矛盾,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不自在,自己给自己找麻烦,如果你真去这样做了,那就是太愚蠢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